六,西元前1095年的古代水泥,古代水泥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约750英里,有一个叫派安的小岛,岛上有400多个像以丘式的古怪古种,他们用砂石铸成,高达8英尺至9英尺,直径300英尺,古种上寸草不剩,古种内也找不到任何遗憾。 考古学家旨在三个古种中,各发现一根直立水泥圆柱,这些圆柱直径从40英寸至75英寸不等。 西元前1095年的古代水泥,用放射性同位塑碳检验法进行测定,这些圆柱是西元前1095年至西元100年间的东西。 七,神秘的金属球体,在过去几十年中,南非的矿工挖出了一些神秘的金属球体,这些金属球直径大约一英寸左右,其中一些球体中央石刻住三道平行的凹槽。 最令人无法解释的是,这些金属球都是在属于前,寒武纪时代的岩石中发现的这。 西岩石拥有28亿年的历史26日,煤块里铁罐,煤块里的铁罐人类,不可能生活在6500万年前,神秘的金属球体。 然而1885年,有人竟然在法国一个拥有6500万年历史的白厄基地层挖出了一个半卵形的金属管。 它显然是手工制造的1912年,一家电厂固员砸碎了一大块为石,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只铁罐。 在苏格兰京古迪采石厂的石块中,旷工们发现了一枚铁钉。 据鉴钉,这些岩石形成的年代比人雷诞生的年代还久远的多。 8. 安地及希腊机器 希腊安地及希腊装置是一只最早的包含有复杂的齿纹系统的装置。 它是于1901年在一艘湿式的船上被发现的。 但直到现在,它的用途也还是个谜。 尽管被发现的安地及希腊装置,已经只剩下了82个黄铜碎片。 但来自英国,希腊,美国的科学家利用高清晰的X,先断层扫描技术复制了它的一个模型。 他们相信,这个研究将使得人们重新考虑古希腊的科技水平。 卡德夫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艾德蒙兹表示,它可以被称作是已知的第一台计算器。 我们近来的研究使用了非常现代化的技术。 我们相信已经揭示了它的真实用途。 安地及希腊装置能够进行加,减乘,除,运算,能够制定日理,显示太阳和月亮的位置。 爱德蒙兹和他的同时发现,安地及希腊装置有一个刻度盘,能够预测核实可能会发生日时或月时。 安地及希腊装置还考虑了月亮的椭圆形轨道。 它的特别支出在于,古希腊人已经能够制造如此精巧的技术装置,而且是用金属制造的。 模型显示,安地及希腊装置在一个木质,容器中安装有37个齿纹。 外部刻有与天体运动相关的文字。 德国Lawip Maximeuins,大学的弗朗格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 这一模型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NTQG计算器,他表示,新破译的与天体运动相关的文字似乎表明, 安地及希腊装置能够预测行星的运动。 爱德蒙兹将安地及希腊装置称作是独一无二的, 在天文学历史是没有其他技术可以与他媲美。 直到中世纪教堂用的大中出现前, 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复杂的机械装置。 9. 远古模型飞机 1898年,在埃及一座四千多年前的古墓里发现了一个与现代飞机极为相似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用小吴花果树木制成的, 有31.5克重, 后来在埃及其他一些地方, 又陆续找到了14架这类飞机模型。 更令人奇怪的是, 在南美洲的一些地方, 也发现了一些与古埃及飞机, 模型极为相似的飞机模型。 埃及与南美之间的飞机, 模型之间有什么能在联系吗? 是埃及人架机曾经飞到过南美洲吗? 既然四千年前的人已经发明了飞机, 可为什么直到1903年, 才有了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翅? 古代人是凭极什么手段制造了飞机的呢? 如果这些谜都解不开,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